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那么今天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中国的这个王毅在慕尼黑 嘚瑟了一圈 威慑了一圈之后 转到前往俄罗斯 按照常理说 他是没有资格 因为这个级别不够 没有资格觐见普京大帝的 但这次普京心情很好 普京大帝额外赏脸 就破格 真的是破格 接见了王毅 但是贼不走空 普京出手 那能够说白来吗 反手就给咱当今圣上习近平 挖了这么大一坑 这坑可真不小观众朋友们 绝不是普通的小土坑 这坑习近平要进去 我这么跟你说 中国14亿老百姓 得跟着陪进去陪葬 这坑坑的 他不是不仅仅是中国人 不仅仅是习近平 他还坑的是中国 或者说中共的国运 这事很麻烦 而普京这手下的是贼狠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花点时间 砖头要跟大家来分析 来分享我所看到的一些东西 好 怎么回事呢 老规矩我们先来看新闻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在2023年的2月22号 这样一个特别二的日子 接见了到访的中国外交最高官员 王毅 那么根据法新社的消息 普京是很少接见 非国家元首以外的那些其他国家官员的 那么这一次普京破例在克林姆林宫会见王毅 很明显是额外的特殊的给中国面子 不是给王毅面子 而是给中国给习近平面子 事实上从现场图片 你可以看得出来 之前普京去会见那些人的时候 一个坐在桌子这边 一个坐在桌子那边 这可能当时我们嘲笑普京 说他是在防疫 可现在看来 可能更多的表示的是一种疏远 但是你看这一次 他跟王毅坐得就很近 表示关系很近 而且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普京还说了以下一番言论 普京说 说这个我很欢迎中国的最高外交官王毅 来到克林姆林宫 我们俄中的双边贸易 创了新的记录 远远的好于预期 可能很快就会达到每年2000亿美元的双方贸易额 这个数字高于2022年的1850亿美元 普京继续说 说我们等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访问俄罗斯 我们已经就此达成一致 而且最后总结说 一切都在进步 都在发展 我们正在进入新的领域 然后王毅呢 人家大地给面子了 王毅肯定不能怂啊 对吧 王毅说 王毅告诉普京 我们两国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动荡的压力 危机中蕴藏着一定的机遇 同时中俄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但同样不会屈服于第三方的压力 那么很明显就像砖头头上的狮子一样 这很明显是针对美国说的风凉话 最后呢 王毅说 我们共同支持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 这完全符合时代和历史进程 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好 那么新闻读到这儿 可能有观众朋友会问 说砖头啊 你说的坑在哪呢 坑它就在这儿 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首先普京这次破格召见 跟拜登突然的访问乌克兰 你要说没有关系 我是不相信的 普京那个人的过往作风 大家都知道 他并不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 对吗 那么普京在这个会见当中 他额外的提到了中俄的贸易额 我们换句话说 这个坑一开始 它其实就挖在这儿了 你想想啊 俄罗斯现在是什么局面 欧盟针对它进行了九轮 现在马上第十轮制裁 我们说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 俄罗斯跟中国的贸易应该是萎缩的 不要认为说 好像中国没有跟随制裁 好像俄中关系就不应该萎缩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和它的贸易 是应该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正比的 俄罗斯那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在制裁之下已经是苟延残喘的国家 它凭什么突然得到了这么高额的 或者说跟中国的贸易额再创新高 突破2000亿美元 它凭什么 我们说有人说中国你给俄罗斯供货军粮 有人说中国你给俄罗斯供应弹药 有人说中国你给俄罗斯供应无人机 这些中国都可以做围刷 无机制裁案 我们否认进入国际上一个扯皮环节 你是很难获得一个服众的定罪 就是说国际上以美国为首 以西方欧盟为首来证明说 中国就是在背后支持俄罗斯 它是反人类的帮凶 你没办法说服其他人 反而会被中国利用在国际上 你看以美国为首的他的爪牙们 他在抹黑我们中国 他在公报私仇等等 反而还能反向带一波舆论 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这个贸易额说出来 其实有心人稍微多转个脑子 想一想就清楚了 在俄罗斯这种制裁下 你中国以贸易的形式进行对俄罗斯的支援 进行对俄罗斯的一些物资输出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当然你要想扯皮 还是有办法扯 我们买的是原油 我们买的是石油 我们买的是正当最大的 但实际上你们私底下的每一笔交易 你们是不可能公布出来的 所以这个贸易总额一摆出来很明显 这如果是中国自己说的 那可能还有人会怀疑不信 但是普京说出来 这味道就变了 这个话实际上普京这坑挖给习近平 他说给谁听的 说给西方听的 当然普京不会说故意要把习近平坑进去 为什么他要给习近平挖这坑 是因为他就在旁边这个坑里边 只有把中国也坑进来之后 他再把中央的墙壁一打通 你看咱哥俩都在坑里头 这是普京打的小算盘 他靠他自己他已经撑不下去了 绝对撑不下去了 他现在剩余的在俄乌边境的这点部队 就是他俄罗斯最后的血脉和家底 打光了就没了 可是人家乌克兰呢 乌克兰现在背后靠着欧盟和美国 美国现在各地的军工厂 原来生产铁轨的军工厂 正在昼夜不停地生产炮弹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美国已经介入了战争 只不过介入的是美国军工的 或者说供应力的这一部分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美国是把粮草先给了乌克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 所以你俄罗斯这些积贫积弱 你的工业能力 你的军工能力 你拿什么和美国对抗 你拿什么和北约对抗 你拿什么跟欧盟对抗 你没得对抗 所以正常情况下 俄罗斯的军队早就应该崩溃掉 只不过背后 对吧 他想不出来 他怎么弄的呢 毫无疑问 中国 中国在背后支撑了他 然后前奏扑完了 该正题了 就是他说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 习近平他将要访问我们俄罗斯 我在这里等着他 我跟你讲 这话其实咱们抛开立场 暂时咱们跳出跳入 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我告诉你 如果习近平他能够正确的判断的话 他现在一定非常的恶心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会让他非常的被动 咱们打个生活中的例子就知道 说两个人互相约好了 跟着一块出去 对吧 去找一些特殊的场所去玩去 但这个时候本来双方是一个秘密 跟别人没说 这时候其中有一个人被抓着了之后 你依然自己扛就完了呗 我这边可以表示 我随时去或者不去 我处在一个即可攻退和守的地步 但是你被抓了之后 你就向公众抖落出来了 今天不是我依然来这儿 我今天还约了这些谁的 他明天就来 我们俩约好在这儿等 没吃到猪肉惹了一身骚 这就是目前的这个尴尬局面 当然事实上来说 这件事情呢 普京并不是完全的所有责任 因为早在普京说之前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已经透露说 习近平他要去俄罗斯 但问题是你也知道 华尔街日报一贯以来的风评 对吧 而且又是美国的媒体 那么有一些本身就反美的国家和人民 他本身天生的就会不太相信 那么现在在俄乌战争这个口上 我相信全世界基本上 不光国家 民众之间也基本完成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战队 虽然没有投票 那有些支持乌克兰的 有些支持俄罗斯的 那支持俄罗斯的小众 咱们暂且不用谈 任何一个支持乌克兰的人 你看到习近平准备去俄罗斯 都会知道 那乌克兰人又要受苦了呗 俄罗斯人又获得了更多的补给 又能更狠的 更有力的打我们乌克兰人了呗 那么很明显的 爱乌可以集乌 那恨呢 一样可以延烧到中国 延烧到习近平头上 所以我们都知道 国家领导人互相之间的访问 那不是拍脑袋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双方肯定之前已经沟通好了 但为什么最近都没有成行 一个是中国马上要开两会 对吧 习近平他的主战场在这里 他还要继续敲定一些人事 敲定很多东西 他在这坐镇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也是最近正赶着封口 就咱们说这个 拜登突访乌克兰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国际上 都已经有了认定的标准 在这个当口 习近平没有一个自己的稳定的后方 一个相对一些确定的事实的情况下 他也不太敢贸然的 就直接就去了 官宣 中国的官宣 我们都去了 高中原主不是的 他也得颠颠颠颠颠颠美国的反应 毕竟能制裁他的 不是普京 至少不完全是普京 而是美国和北约 所以你看到中国到现在 自己都还没有官宣 说他们要去 都是华尔街日报说 普京说 所以华尔街日报昨天说 今天普京说 普京说就把这事做实了 习近平你认也得认 你不认也得认 所以郭忠宏 你想一下 之前这个泽林斯基 有一段讲话很有意思 他说 我们不只要打倒普京 我说不只要打倒俄罗斯的普京 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普京 那你想这话说的是谁 普京是什么 是大独裁者 那世界上还有几个大独裁者 还有几个 还有哪个 别说几个了 哪个大独裁者 他有能力威胁到人们 那些小国的那些 就是说那种 共产党性质的那种小国 咱们不做考虑 大国不就中国一个吗 对不对啊 所以很明显 在这种时代的大潮的情况下 现在如果说习近平真的敢去 真的就跟俄罗斯会晤了 那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国已经买定了 下面就要离手了 要开盘子了 要开干了 就这么点事 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不对 已经不需要 非得去说 我们庄严宣誓和俄罗斯结盟 干死美国 他不会这么说的 没有那么蠢的 事实胜于雄变 你俩都在床上被逮着了 你还跟我说 怎么知道你们读剧本吗 对不对啊 你们学习强活抄党章吗 为爱写诗 是吗 别扯淡了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看到最近中国的外貌已经凋零成什么样子 真的仅仅是因为防疫吗 真的仅仅是因为战狼外交吗 还有一个长远的预期 现在但凡是有点脑子的商人 不是那种土鳖爆发货 都知道中国正站在悬崖边上 站在十字路口上 这车手一抖 一打方向盘 再加上你本身开的是倒车 你很容易一下出溜 方向判断错误就出溜出去了 这个时候给你中国投资 建厂下订单 我都不说我订单投的钱 能不能把钱赚回来 我的工期的耽误几乎是一定的 你习近平只要敢去 只要会去 很快的国际上各种针对中国的制裁 马上就会到来 现在制裁中国的仅仅还是一个芯片 很快原油煤炭铁矿石等等 很多东西都可能会加入禁运名单 加入制裁名单 当然这个过程不会说一天之间突然 可能是有但很低 国会会吵架 会讨论 会党争 会在未来的一个时间段内 来陆续的实现 但是一切的原点归结于 这次如果习近平真的去的话 那观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 这后果是不是中国现在老百姓 能够扛得住的 根据我手里数据 中国现在在外面送外卖的打零工的人 至少有接近两亿人 或者这个数字上下有一些浮动 但是大概按照比率来算的话 这不是我算的 人家这个相关的那些专家媒体算的 说中国现在每五个打工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在送外卖 就是这个经济 你去查一查任何一个国家 五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在送外卖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灵活就业 那就是失业打零工啊 他怎么能够养家糊口呢 对不对 所以眼下如果再加上美国等国家 开始实行的一些禁运 一些制裁 那甚至都不用实体 把你中国人民币 踢出这个国际这个金融体系 或者等等的一些方法 就足够让你中国吃不了兜着走了 绝对会保证 中国至少一半的老百姓 吃糠咽菜都会成为一种奢望 这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很多家庭 你看啊 这个真是预备的特别好 如果说是08年之后 或者说12年之前 这个中国民众相对于说 最富裕最鼎盛的时期 美国就算制裁 中国老百姓靠了家里的家底 至少能顶三年 可是现在呢 对吧 疫情先给你干了三年 然后再加上风控清零 加上突然放开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管制 再加上各种外貌的不畅 再加上这个厂子的撤走 再加上订单的取消 你现在再让中国老百姓说 再给我撑三年 别说三年 你再给我撑一年 我也撑不住了 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家底 都已经被掏空了 底子浅呢 不要以为底子浅 说的是国库的底子浅 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实力 潜力 你看的不是你国库 看的是你老百姓的腰包 藏富于民 我说了一万次了快 对吗 所以现在这个时机点 可以说 对于中国是绝杀 我这不是在危言耸听 如果说习近平这次去了 而欧美等国陆续开始实施制裁和禁运的话 很多老百姓 你放心 中国不用人变 他会打着灯笼 开着全速的倒车 飞快的跑回毛时代 当然我指的是生活水平 吃不上饭 没有那么多粮食 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没有那么多肉蛋奶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眼下还好还有时间 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第一 他是否会跳这坑里边去 第二如果去的话 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进去 但是眼下这个不起眼的 大家精神都麻痹了 都疲惫的时间点 其实恰恰在我看来是 中国人国运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但是人民也做不了什么 我们只能静待吃瓜 我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命运的降临 是去还是不去 是继续在俄美之间左右逢源 还是说继续地背靠俄罗斯拿捏美国 还是彻底地把所有的家产都投进去 现在全在中国的核心 当今圣上习近平他的一念之间 当然了咱们就跟说之前 聊这个台湾台海话题是一样的 正常人都知道 长脑子都不应该去打台湾 是百害万害而无一利的事情 但是你看他为什么就要去做呢 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你就知道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决策层 来源于独一的那一位独裁者的时候 那一位圣上的时候 很多不理智的不靠谱的行为 都可以得到一个实施 你就比如说咱们随便举例子 中国这个历史上宋朝 对吧大宋 宋朝最扯淡的一个故事 我想就是六丁六甲天神守城了吧 那故事大家都还记得 对不对 一个国家的国君 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当时的皇上 你是得有多脑残 才会相信人家六丁六甲天神 帮你守门 帮你抵抗金兵 他就信了 这就是独裁 决策层单一 方向来源单一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或者很怀疑 中国的决策层现在是否是以一个正常的状态来运行的 这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平时调侃一下 平时讽刺一下 但我至少别人不知道我的本意 我还是希望那片土地上的那些正常人 注意啊 我说的啊 我不是希望那片土地的所有人 那些粉红五毛脑残们 我管不了他们 我也管不着他们 哎咋地咋地 但是我希望那片土地上的正常人 不要跟着这包脑残吃瓜闹 可是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办法 一切的决策现在全部笼罩在权力的黑洞里面 没有任何的消息和推测 能够推测的出来 全部都得看人家的心情 那我们就只能等着看吧 好了 那关于这个习近平 他到底会不会去莫斯科会见普京 观众朋友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去留言 不妨我们可以猜一猜 读一读 看看他到底会不会去 到底什么时候会去 您可以把您的观点留在下面 好了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专头的话 记得给专头点个赞 检查您的订阅还在不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